《好团圆》正在热播中,该剧是一部典型的女性剧,剧中的三位女性人物均来自向佳,也就是向佳的三朵金花。 这三朵金花每个人都不一样,长相标志,工作能力出色,虽然是一个母胎里出来的,命运也完全不一样。 向佳的大姐向前有百百合饰演,她育有两个孩子,她处在一段女强男弱的婚姻里,后期她的婚姻也是一地鸡毛。 如今,已经有很多细节证明她和高平的婚姻走不了长久,分开是必然的结果,就看两人啥事后捅破这层窗户纸。 今天主要来看一看,向佳二女儿向中和三女儿向南,向中由李纯饰演,向南由王玉文饰演。 向中和向南是形成鲜明对比的一对姐妹,向志君偏爱向南,而对向中各种指责。 向中脾气不好,经常对家里人,给人的感觉是向中是家里不受待见的那一个。 向中小时候被寄养在农村,她自卑,敏感,没感受到多少父母的爱。 父母与她而言,缺席一整个童年的。 向南是最小的女儿,向志君偏爱向南很明显,这点惹得向中很反感,父女俩一不言和就吵架。 有个情节,向南要带着江洪斌来家里吃饭。 向志君直接来找向中,并嘱咐他要少说话。 这彻底地惹毛了向中,向中和父亲吵了一架,最终也没有出席饭局。 都说,寄希望于一身的老大,被宠爱大的老小,唯有夹在中间的老二成为了没人疼没人爱的那个人。 这不,向中就是这样子的。 向中工作是新媒体,他在大风中直播,差点把他刮跑。 向志君和老婆都在观看直播,两个人却没有打电话关心他。 向中让邓海洋送衣服,邓海洋和朋友们喝酒也没把他的事情当回事。 就这样,向中一个人在医院里输液,身边没有一个陪他的人,家人不关心他,丈夫对他视而不见。 更让人窒息的是,向中还遇到了一个作妖的婆婆。 很多女性看完更新的剧集后,对向中狠狠地带入了,尤其是家中的老二看了向中之后,更是泪流满面。 大家都觉得,向中在演自己。 李纯把向中演绎得很出彩,仅仅几个镜头就把向中的敏感、自卑、渴望爱和温暖的内心刻画得入目三分。 偶尔阴阳怪气地说话口气,偶尔独处地落寞,偶尔体会到的人情冷暖。 一群人在狂欢自己却感受不到一丝愉悦,李纯演绎得很动人。 李纯是某女郎,她因参演《金灵十三差》中的《情怀和女》获得关注,后来又在张艺某导演的《归来》中饰演崔美芳。 今天的他们中的顾曼婷,爱很美味中的刘静,雪中和刀行中的轩辕清风,她其实没有那么爱你中的仁染,新世界中的柳如丝,静于年中的丝里里,空降历刃中的林俊娇,如意传中的魏燕婉,画江湖之不良人中的陆林轩,花千古中的倪漫天。 李纯资源不错,她演艺附黑女很出彩,她的长相很适合演一些有性格的女子,反派角色很适合她。 她不算特别漂亮,但很有辨识度,让人过目不忘。 这也是好团圆中相中引起热议的原因之一,除了人设的加持之外,李纯的演技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与李纯饰演的相中形成鲜明对比的角色是王玉文饰演的向南,向南是向家的三女儿,也是向志军捧在手心里的宝,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总之,就是对向南无限偏爱。 向志军生病住院,三个女儿都是忙进忙出,但向志军醒来时看到的则是向南爬在自己的床边熟睡。 向志军立刻觉得,还是向南靠得住,因为是最小的女儿,从小养在父母身边,极万千宠爱于一身,导致向南看人的眼光不怎么样。 向南和成功企业家江洪斌谈恋爱仪式就遭到向家人的反对,可是向南就是典型的傻白甜,恋爱脑,完全陷在江洪斌的柔情里。 他所谓的恋爱只是对方的一道甜品,一杯下午茶而已。 本来两人要结婚的,最终婚也没有结成,还给自己落了一箩筐的闲话。 王玉文一出场,妥妥的那偏爱的女儿,那气质和扮相就能看出。 向南的眼神是骗不了人的,就是那种被宠爱大,又不食人间烟火,自由自在的模样。 白百合饰演的大姐向前就是操心的命,向家有事,大姐得第一个到场。 李纯饰演的二姐向中就是被忽略的那一个,童年时寄养在农村,成年后也没有得到父母多少的关爱,在丈夫家的话语权也不高。 丈夫邓海洋对他也是不关心,没有多少爱意,如果后期邓海洋洗白,两人重新和好,那就另说。 如果邓海洋一直一个样,这对夫妻也是渐行渐远,最终一别两宽。 王玉文的向南就是明显地没吃过生活和感情的亏,在他的世界里,向家人都很爱他,他的生活圈子很干净,还有个企业家的男朋友,虽然男朋友老了点,但是有钱,有地位,对他足够好,这就是他想要的一切。 可是,向南很快被打脸,他所认为的一切美好之事只是表象,也是他在生活里摔到的一个开始。 从气质和长相来看,王玉文属于清纯甜美系列的,他很适合眼相男。 三国机密之乾隆在渊中的曹杰,少年派中的邓小琪,大象席地儿座中的黄陵,长安少年行中的沈依依,舍不得星星中的唐样,孤舟中的肖若童,边水往事中的赵紫英,虎鹤妖师鹿中的赵新童,威宇燕双飞,白凤瑶,你给我的喜欢中的敏慧,纵有吉封起中的白英,只是结婚的关系中的顾兮兮,胆小鬼中的黄叔。 随着剧情的发展,向家人也最终和解,向中解开心结,向南也会慢慢成长。 向中会在一地鸡毛的婚姻里解脱出来,做清醒冷静的独立女性。 向南被感情伤害后,也迅速成长,往后在感情选择上,再也不会恋爱恼。 眼里好,李幻英贾琳妈妈,演好团圆白百合妈妈,她很有韵味。 好团圆,由朗朗的原著小说《女神的当打之年》改拍。 朗朗另一部小说改拍的《好事成双》特别出彩,好团圆从人设到剧情也很精彩。 再加上三朵金花相互帮扶的故事,正能量满满,吸引了无数女性观众。 向志军有三个女儿,人称三朵金花。 大女儿向前有百百合饰演,二女儿向中有李纯饰演,三女儿向南由王玉文饰演。 开篇中,向志军就把三个女儿叫回家里,房子要拆迁,向志军给大女儿百分之二十,二女儿百分之二十,老俩口留百分之二十,剩下的给三女儿向南,向南在创业期会需要这笔钱。 三个女儿返回的路上,向志军的一通电话又把他们叫来了。 女四号将之是向志军的老婆,也是向前、向中、向南的母亲。 因为,将之给昔日的老同事介绍了几个人,还收了介绍费,这位老同事是借着美容的名义,其实做着皮肉生意。 将之被卷进这场风波中,如果她事先不知情,警察调查清楚也就放人了。 如果知法犯法,后果不堪设想。 但从向家三个女儿的反应来看,母亲将之是不知情的。 向家三女儿的母亲将之一脚由64岁的刘家饰演,刘家第一次出场在小桥流水的船上摆造型,她在拍照。 一身略带姓黄的旗袍穿出了江南水乡女子的风韵,64岁的年纪,刘家身材保养得当,一点也不显老。 江之和向志军感情也很好,向志军知道向南谈的男朋友40多岁还离异带个娃,她就特别生气。 向志军一生尾巴要断,江之立刻跟着丈夫走了,劳俩口演绎夫妻相母像样。 你好,李焕英中,刘家饰演了中年李焕英,李焕英是贾玲饰演的贾晓玲的母亲,青年李焕英由张小斐饰演。 中年李焕英戏份不多,刘家演出了李焕英身上的岁月感和慈悲感。 他对贾晓玲的母爱之情让人动容,刘家演出了李焕英的内心戏,一个母亲对女儿的那种疼爱跃然在荧幕上。 19年前,刘家饰演了任长霞中的人长霞一角,该剧豆瓣评分8.2,虽然只有21集,却让任长霞这个人物成为广泛流传的人物,同时饰演任长霞的刘家也成为家喻户晓的演员。 该剧荣获第六届电视精英奖最受观众喜爱女演员奖和最佳表演艺术奖。 豆瓣评分8.1的戈壁母亲中,刘家饰演了刘月记,该剧看似是一部苦情戏,但是刘月记这个人物内心充满阳光,他的内心一点也不苦。 他从老家来到新疆,他用坚强的内心战胜了一切困难。 他的乐观、大度、自信让很多人动容,刘月记能深入民心,除了人设的朴实之外,也离不开刘家的精彩演绎,他演出了刘月记的接地气。 近两年,在一些爆款剧中经常能看到刘家的身影。 西花纸中的老夫人,乘风踏浪中的棚母,梦中的那片海中的叶母,打开生活的正确方式中的渔母,平凡的荣耀中的孙母,希望的大地中的甜母, 去有风的地方中的李宝萍,谢谢你一生中的林若云。 好团圆后续的情节中,不知将知的戏份如何,很期待刘家的表现,老戏谷终究是老戏谷。 连头发丝都是细。